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我们要来画的是三角龙 在我面前摆的是一个三角龙的幼年恐龙的模型 这个幼年三角龙看上去有点可爱 它头像一个蘑菇一样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帽檐 然后三只脚还没有发育成熟 在幼年状态下三角龙的三只脚是三个小尖刺的一个样子 它嘴巴很小 然后两只眼睛比较大靠近头顶的位置 在它眼睛这个位置是高高向上隆起的 这些在成年三角龙是大不一样 随着年龄增长 它那两只眉角会越来越长 然后随着生长 它的脚的方向也会发生变化 在青少年的时候 这个脚会向后弯曲 在成年之后 末端会又重新向前倾斜 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比较长说的一个观点 但是这也有可能是有这三角龙的不同之间的个体发育 另外就是三角龙的头顿 在随着年龄生长的头顿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逐渐在脸上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从幼年三角龙来说 它的头身比例 还有四肢比例跟成年是区别不大的 我们可以从它身上看到很多成年恐龙的样子 就是它四肢非常粗壮 大腿 骨盆很宽的 大腿很粗 尾巴很短 好 我们现在就来画这只三角龙的成年样子 三角龙它有一个姜姆样的嘴 然后有鼻孔 鼻孔很大 然后三角龙顾名思义 这三角龙的眼睛就是有三只脚 鼻子上方有一个 它的眼睛上方有两个 然后三角龙的眼睛 接着画它的颧骨下巴和它的耳朵 然后三角龙的脑袋后边有一个保护脖子的盾 然后我们再来画三角龙的身体 三角龙身体很粗壮 三角龙身体很粗壮 它有非常结实的前肢 然后前肢上有五个石头 三角龙身体很粗壮 有三只是用来走路的 另外两个非常的小 三角龙的后腿也是非常的粗壮 后肢上有四根指头 三角龙有一条短尾 在三角龙身体上有很多大的鳞片 然后这样一只三角龙我们就画完了 还有二の位置 座幸迅 如果你们两个疼